媽媽 昨天我一直跟你做了一個下午 今天呢 我一直在澄清一些事情 因為今天又 好像又回到原點 我媽來的時候就是 肚子很醬 然後就是血尿 那有點喘 血壓很高 那剛剛今天早上已經非常好了 肚子也燒下去了 也沒有血尿了 那檢測結果也還不錯 但是今天稍早 有大概在中午的時候 中午我去吃 這樣好像還OK 反正早上還不錯 就是從我去買我們的飯回來 請他們換尿管 那換尿管的時候 他們叫我離開 那我不想 不想 在那 讓人家不舒服嗎 就叫我離開我就走了 那我回來就發現 他 那個 弄了氧氣膠 然後血壓很高 然後一看他的尿是紅的 然後本來都可以開始喝水了 然後本來都可以開始喝水了 今天本來要開始進食了 開始復食的動作 結果 結果因為這樣 又很脹啊 血壓又高了 當然是又要開始重頭 像剛進來的樣子 就是再重頭進食 然後你看這個地方 也是接到這個 接到這個地方 讓他氣 如果他有氣的話 就讓他出來 嗯 所以一切又回到 原點 嗯 嗯 然後後來想一想 嗯 我就 我昨天就是一直做這個事情 嗯 就是 我去網站上 看這個 脹氣要怎麼處理 嗯 就是說要做運動 嗯 所以你 如果不動的話 就容易脹氣 嗯 所以我在網站上看到 有些運動 就是這樣壓 這樣壓 拉著肚子 嗯 嗯 用這個膝蓋 靠近 就是正常人的話 就是 兩隻膝蓋 嗯 交替著 嗯 肚子的地方 抬起來 嗯 那 媽媽沒辦法站著 現在我就給他躺著 就用這個方法 昨天就是用這個方法 嗯 嗯 因為很順利 今天早上都 講好了 跟醫生講好了 可以開始進食了 嗯 來 考慮要進食些什麼 進一些什麼 進一些什麼 結果搞成這樣 在這個 在這個中午以前 我還非常的高興 嗯 可是 他們換了一個尿管 嗯 拿一個尿管 回來 整個都不一樣了 我很 我很懊惱 以前他們換尿管 我都堅持 我要在旁邊 看他們怎麼換 嗯 嗯 可是這次 我在想 是在 醫院嘛 嗯 我就不堅持了 這是醫院 嗯 我就不堅持了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回事 所以 我在想想 我就再 再跟他做這個 再跟他做做做運動吧 我剛剛發現 一開始 我跟他做運動的時候 他有一點 這個管子裡面有出來一點氣 嗯 對 你看幾分鐘了 不能 五分鐘 五分鐘 嗯 嗯 對 也是這樣 你看他的運動 大概就是這樣 讓他肚子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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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消一些 嗯 因為我之前那麼這樣 嗯 感謝主 嗯 沒關係 我跟他休息 我讓他休息一下 嗯 不能一直弄他 嗯 那你就把它清了吧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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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